询导时间15分钟 主席还有吴院长 各位行政院的所有委员的官员 是不是请吴院长 吴院长请背训 那本期有几点要救教 因为刚刚赖委员他特别提到说 现阶段我们很多社会福利 确实说是比过去递减很多 那在这部分是不是应该给社会大众 一个确确的实际 这个从马总统执政以后 是比以前少还是维持还是比以前多 我想应该要讲清楚 我们99年度的确 总继社会福利支出编列了3258亿元 叫98年度增加10亿元 增加10亿 那他说我们少的部分 可能就是内政部主管有一个专案 那是不是请内政部 讲清楚 总数对弱势同胞的照顾 是只有增加 没有减少的 有增加没有递减 来您做个说明 谢谢 那个刚刚院长已经说明了 就是整个各部会加起来的 总社会福利的预算金会是多出10亿 那内政部里面其中有一项是 所谓的工作所得补助方案 一般都把它叫为竞品方案 那这个部分呢 这个87、88年度已经执行完毕 98、97都已经执行完毕 那99年呢 有176亿呢 我们不变类了 这个部分我们将来会调整 所谓的品种线这个部分 一起去考量 所以它减少了176亿 如果再加上这个减少的176亿加起来 加在100 刚刚所提的30亿 事实上它整个社会福利 它的预算是增加 超过200亿 这样哦 是 好啦没有减少就好啦 好 这个最起码给社会 呃这个大众知道说 呃这个 马总统执政以后 对社会福利这一个区块 尤其是照顾弱势 完全啊 没有去漠视 而且是只有支持的 是 好那你请回去 我请那个拉委会跟那个 卫生署啊 拉委会主委跟卫生署 杨署长一兵上来好不好 那个 主委啊王主委 我想因为刚刚哦 有很多委员啊 他们特别质疑说 呃这个 这个老保部分啊 到底现在 高雄市台北市 它整个状况是 是什么个状况 你也报 简单热药的讲清楚好不好 是各位报告 其实老保的欠费的问题 是从民国79年5月的时候 就开始有欠费的情况发生 那么到目前为止 台北市欠了298亿 高雄市欠了201亿 那么 就是从民国79年就开始积欠 是 那呃从那时候到现在为止 其实呃我们虽然 呃认为欠钱要还 我们也尽力去强制执行 但是呃十几年来 基本上在强制执行上面 呃的确有一部分没有办法能够呃处理 那么呃 呃这一段时间以来整个强制执行 其实效果非常的有限 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处境 整个老保基金因为有严重的这个 呃潜藏债务 所以我们不得不来面对 不得不来做一些处理 所以我们才会去跟呃台北市政府 然后去跟高雄市政府来做一些协商 我们希望能够 我们同意负担某一部分 然后也用这样的方式 希望他们能够用最大的诚意 赶快把钱还出来 所以说也值不过并不是说只有台北市政府 连高雄高雄市政府也是 寄欠了两百多亿 对高雄市政府欠两百零一亿 那既然要执行的话我想 尺度是一样的 哦也不能只有针对台北市 对不对 既然要执行我想站在中央立场 你对呃这个院侠市 其实执行的尺度都应该要一样 是而且目前谈的这个呃 如回来还在这样一个方式也是不分蓝绿 那么在台北在高雄都同样的方式来做处理 简单讲就是在88年6月30号以前 归地方政府来负担 以后的部分啊 如果是涉及在台北市高雄市的部分 那么由他们来负担 但是非涉及的部分 他们觉得这部分是不公平的部分呢 我们按照呃比例由中央来补助一半的方式 往这样的方向再卸上 那个吴院长你支不支持 那个我们呃这个 这个劳委会的王主委啊 他这样的一个做法 至少这两点大家要了解 从79年就开始积券 不是某一位任内 不是马从从任内开始积券的 第二个 这个问题不解决 就是挂在帐上嘛 那那 过去八年不解决 那我们现在愿意解决 所以说 采取合理的方式来解决 高雄市台北市 他如果涉及在他那边 或者不在他那边 那以台北市来讲 我们有委员就讲了 台北市人口两百六十万 结果缴的老保的费用 是带缴的总计三百七十几万 这多出一百二十万 那这个本来就回归到各县市 那所以政府解决这个问题 也等于解决了全台湾 共同应该分担的问题 那这样子 把这个悬案解决 让老保跟健保比较健全 我觉得还是可行的 所以说并不是 我们支持这样的一个处理 不是马从从在担任市长的时候 欺欠的 我想这个事情一定要让 大家知道 今天也不分难力 不分腿高 反正资金的尺度就是一样 该怎么做 这个中央的尺度是一致的 对 好那王主委你请回去 那个杨署长 因为本席有几点 有关于 因为这个当然台北市 跟高雄市也都欠 健保局的钱 那我想执行的尺度也都一样 我要特别跟委员报告一下 这个健保费 限市寄欠 是从民国九十年就开始 现在欠了四百四十多亿 但是我要特别报告的 我们这很多的钱 是用在对低收入户 低收入边缘户 跟困难的这些 中低收入老人 生长者 这些人的补助 现在有两百五十一万人 就是超过台湾 十分之一人口 这些钱 跟我一人报告 当然应该在 算在社会福利里面 为什么 因为这些低收入 这些比较贫困的人 这些老人 他们可以得到医疗的照顾 免于因病而贫 更贫 所以这些钱 不是说要来 替这个北高 或者这个县市来解决 我们这些钱 事实上 把这些钱都 跟银行借出来用掉 不是说他们把这个钱还了 健保就有四百四十八亿 不是 是健保局 这个因为是应收款 而且是当期要支付医疗费用 都跟这个银行借出来 然后呢 也请这些县市一起来负担 这个将来的利息 特别跟委员报告 那个署长 我想在上个礼拜 这个您在立法院打询的时候 就是说 卷宝会不能涨 我想这一点县长你同不同意 这三个论述 其实就是三个可能发生互动的状况 假如大家都希望 减薄不能够 还有支付还不能救 还有保育还不能去 这三个发生矛盾的事 你总是很难 人家说很难两全 这个怎么能够三全呢 但是 所以基本上 他是疑问句 不是说他要守这个原则 我只有一个原则跟杨处长商量 我说 健保撑不住 那要垮了 那就只能涨费 但是要一定穷尽一切的办法 解决健保存在 社会诟病的 还有些可以改变的 比如说要价的事 他现在已经做了 从十月一号开始 一年应该可以减少 减少一百九十二亿的 这个花费 这可以省钱 第二个 烟捐 一年大概可以多七八十亿 七八十亿 那个我知道 那各种可能改善健保的方式 都做完了 那健保还撑不住 那当然就要合理的调长这个保费 那个 如果没有办这些都办好 那就不要轻易 院长 那个 是不是 卫生署这边 有要把 现在的局局就是 十三万一的这个薪资啊 调到二十五万九 那大概原来差不多一个月要缴保费用的 差不多六千块左右的 未来可能要调到一万二 所以周四要报到行政院 然后核定以后就实施 是不是有这回事 报告委员 没有增加那么多 如果他有雇主 雇主 如果他受雇 比方说在台数啦 或者是什么 呃呃这个 郭台铭的公司啊 那么他有雇主的话 会帮他出六成 所以他增加的不多 但是如果他收入是那么高 他是老板 那就像委员刚刚讲的 较较一万多块 那么这这些啊 是治标不是资本 资本呢 因为这个是行政权啊 我们报到院院里面去 那院长核定就可以来 这一点 但是呢 我们还是希望说 这个健保法要修改 还是要送到大院来 将来呢 能够用总所得 那总所得的话 费率还可以往下降 因为我们现在先知啊 赠所得只是一部分而已 我就是要跟 这个署长要探讨 这个总所得的问题 因为哦 您现在要调这个局局 本席不是不赞成 因为雇人多缴一点 眷保费用 来照顾一些比较弱势的 这个理念我是认同 但是啊 我想因为我们都知道 有的人他根本就没有薪资 不必领薪资 但是哦 他是一个公司的董事监事 他的酬劳啊 甚至一年可以上益 甚至于有的 还有一些资本利得 还有一些 有的是什么主持会用 鼓励等等 那个并不是在他薪资外 非常佩服委员 我们这个越有钱的人 薪资所得 在他总所得的比例越低 越是比较贫穷的 或者一般受薪阶级 他的所有的所得 最主要是薪资所得 所以非常佩服委员的 这个指教 我们二代健保法也好 1.5代也好 这个呢 他是用总所得的观念 或者是个人总所得 或交互总所得 二代健保是交互总所得 1.5代是个人总所得 这个都比现在进步很多 也公平的多 所以呢我们下个会期 务必请委员支持 我是希望说署长 一定要把这部分纳进去 是的 作为未来啊 你在整个卷宝里面 我认为说 合理的 这个去缴纳 那让缴纳的人 也认为说 我确实有这么多的所得 应该合理的缴多少会用 来撑这个卷宝 来照顾全民啊 因为毕竟 这个在金字塔顶尖的这些人啊 他多缴一点 讲实在话 因为你今天规定薪资 只有薪资这部分 是的 人可以纳到 那真正不必领薪资的人 其实 那区块的人还是很多 所以报告委员啊 如果用总所得来看的话 将来啊 因为他的父母变大了嘛 所以呢薪资所得的人呢 他的费率反而还可以往下降 那可以更加的公平 所以委员的指教 我们一定照这个方向 我是希望说你明年啊 下一个会期啊 就能够把这些全部都纳进来 是的 我认为 你今天要是所得多 多缴一点眷保 我认为这是合理啊 那你这次调整这个局局 是不是星期四 从13万1调整到25万9 这个部分院会通过以后就开始实施 报行政院核定就开始 那院长 你认为这部分会不会核定 如果大的方向 实际上有能力 可以多缴一点 健保费用 而能够将来 降低 薪资所得 中间比较低的人 他负担的比例 我觉得这样的方向 一定能得到 社会的共鸣 所以说 吴院长你也认同这样的做法 现阶段 方向基本是正确 现阶段就是先调局局 这个高所得的 再调一个局局 然后将来等整个 就是 这个 下一个会期要是说 将这些红利啦 甚至于董监事的酬劳等等这些纳进来以后 再来算那个整个新资 新资再来做一个合理的一个调整 是不是这样做 是的 我们只能调到15倍 还比日本的20倍 还是比较偏低的 所以日本是到20倍 他们是更强调财富的再分配 跟我说 我想 另外那个院长 我想现在外界 检视我们这个预算 除了花钱 这个除了钱不是 这个有的当然 我认为最重要 预算的执行是要有效率 但是 有的 你像那个经济部里面 它有13样 扩大内需 核定金会有213亿 但是到6月底为止 这个预算的达成率只有1.38% 到6月底 但是到9月的时候 说已经 这个要完成 13.2% 那你认为这样子 在短短的时间里面 要去把它 就是说发包以后 要它赶快把它完成 这个时间说得那么短 会不会造成一些人魔不障 是不是 请石副长说明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有关前两个月 因为 涉体的通过预算在那边 到6月底的话 有的涉及到设计的问题 那么数换